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14日,首先這裡有大馬Sir 馬來根 邦網友好 社總理文汪,大家好 澳洲鎮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嘉珊珊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西冷氣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將一個齊抗疫和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新加拿大最嚴重的東西當然是19 而其次第二樣是令到很多人很驚訝的 就是這個正程開始升溫了 因為現在三大黨都舉行黨大會 在這兩個禮拜內會舉行一個黨大會 就去研究一下未來的走向 大家都聞到一股罪 因為疫情是反覆 而且快來會有這個財政預算案 那三個黨,自由黨,除了保守黨,奧圖爾 還有新民主黨 那三個都在想想 應該怎樣在這件事上做些什麼去吸引 去過這個難關呢 因為是屬於19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第二個財政預算案 正確來說 第一,如果是4月開始 第一、第二個財政預算案 應該都是 而柱都在11、12號 到三天的港大會出來之後 就說了一件事 令到整個加拿大都有一個話題 只是冷眼旁觀 沒有說歡迎不歡迎 就是說 決定在加拿大實施 是全世界都沒有國家試過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永久性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是什麼呢 是類似於我們在去年 當這個19病毒大爆發 新冠病毒大爆發的時候 阿柱都就向所有的國民 如果你說你自己被人解僱 或者你是被人解僱等等的 收入有問題的 就會發放一個叫做 CERB的緊急救濟金 每個月就有2000元給你 就給了幾個月的 那直接有一些就是 原本收開EI的 都說你申請給你 不過記住 一會兒我就會回來找你 你快點給我 當時是這樣 那麼現在呢 柱都就聲稱 就說我們決定會 如果我們繼續執政的話 就會嘗試推過這個法案 這個不是一個強制性的法案 就是我們的黨的黨綱 將這一條東西 擺入我們的黨的黨綱 結果是以491票贊成 85票反對獲得通過 那就變成是自由黨的黨綱 分分鐘如果是爆發大選的話 它一行大選的話就會是一個政綱 那麼它這一個是很嚇人的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人試過這樣做 如果成功的話呢 就是會開先河 那麼全民 就是現在呢 基本上加拿大大約有8.7%的人 生活在貧共線之下 那麼有很多人 因為19沒有工作等等 那麼大家想一下 稅收啊 Income Tax 那些全部都收不到 就是收都是有限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這樣強推 對某些人來說 是保守一點的人來說 很難接受 但是支持的人呢 就是說正正因為在現在這個情況 你推這一樣東西 鬼鬼派2000 就可以令到現在沒有工作 失落的收入受到影響重挫的人呢 在財務上等等呢 是會有一種安全感 而最重要的就是 CERB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抗疫援助金 這個計劃的成功呢 就令到這個全民基本收入計劃 這一樣東西 在那些人的頑固思想上得到開通 就是說這樣可以維持到那些人的基本生活 不管他做事 是不是被人解僱都可以 這樣想 因為一直以來 大家香港人 香港來到的 或者中國來到的都會有一個明白 就是說 白羅福利不做事都有錢收入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想的嘛 是 但是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 就會令很多人開始反轉 想 人有三衰六旺 有彈值之和福 如果突然間沒有收入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真是睡街 不用怕 政府給兩千塊 那我須極都有兩千塊 交一下租 我撐他 撐你 開始改變了 有些自由黨員說 這個計劃是可以確保加拿大的社會安全福利網 適應到現在二十一世紀 給所有家庭發放這些支票 是完全符合我們自由黨的價值觀的 這樣說 而現在有個國會的預算官 就接受訪問 就說 如果這個全民基本收入計劃 每一個單身的加拿大人 每年應該可以拿到一萬七千元 如果每個夫婦 就每年可以給兩萬四 如果你是有殘疾的 兩萬四之上還給你多六千元 就是三皮 如果你是殘疾的 那不用做三皮 那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是一萬七元單身的 那你一個月就給你一千四元 不過呢 而它有一個 同時間應該這樣說 同時間就有一個民意調查 就說 有六十個巴仙的加拿大人 都認為是 basic的收入 一年三萬元 都合理的 這樣說 但是你到底要花多少錢呢 這件事就很嚴重的 如果現在去做 一年的財政支出 就是加上所有東西 是會有八百五十億 你要花 然後再一路算上去那條數 到三年後 2025至2026年 就應該會增加到 九百三十億 這一個就是 如果你做這個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但是這件事 不過是說很籠統的擋桿 並沒有說到底你是怎樣做 如果你是要拿這個擋桿出來 就是你要收錢 那你去哪裡收呢 怎麼搞呢 現在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加稅我相信都是走不掉的 那其實除了現在這個 basic income 所想的東西之外 他還說 我們就決定會提倡 70歲以上的加拿大長者 可以養老金提高10% 這樣說 但是同時間 也都是拒絕了兩樣東西的 第一就是說 如果你的房產是高200萬的話 徵收遺產稅這件事 他那個黨大會說 No 不准 第二就是 資本利得稅 就是你那個免稅額降低40% 都不給的 就是說你向那些富人徵稅 一般高充產徵稅 是不給你的 但是你又說要狂花錢 那到底怎麼頂呢 其實是很難理解的 如果他萬一真的說 我們 我不相信 他是會 在疫情過了之後的 就是財政預算案那些推出 通常是說 大選那時候才會推出這些 殺手間出來 當作是公投 看看你給不給我做 這樣 不過那塊錢怎麼來呢 一說完之後 很多人都是 喂 好用的 不用做兩千元 我也很高興 是不是 沒有人做過 今天 基本上 就是通常現在 所有人 最重要的就是 你這個 超級貨幣 是可以幫到加拿大 很多失業人士 低下階層 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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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水準突然間得以提高 每個月 不用做有錢 兩千元 算不算多呢 算不算多呢 其實算多的 至少幫你交租 譬如說 現在你 單單住一間公園 可能幾百呎 差不多二千元 如果你住北一點 一些普通的公園 你都一千多兩千元 一千元就不掉了 但是有件事是很重要的 會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呢 這件事 短期 每個人有錢 在袋裡當然開心 不斷花了 不斷花了 但是同時又會造成通貨膨脹的 如果成功的話 嘩 這樣就很重要了 我相信那些黃人 就說我要拋棄BNO祖國 我一定要去加拿大拿那兩千元 BNO祖國我坐五年了 要不斷花錢 在加拿大 讀書讀一兩年 一坐三年 就每個月兩千元了 嘩 真是 換部iPhone都可以 吃飯的 吃飯要賺錢的 當然吃飯賺錢 隨便做part time就可以了 反正有兩千元 再找一份part time 夠三千元一個月就可以了 但是到時呢 我想交稅呢 那個稅率 稅額呢 可能會很金 這個是我的估計 不過加拿大呢 是有能力做到的 最重要是因為不用養軍隊 就是加拿大說生活福利國家 就是因為美國護著你 如果你沒有美國護著你的話 你要自己建軍的話 好像美國佬那樣的話 你說什麼都沒用 是不是 所以現在 這件事是 整個加拿大的人 是不出聲的 就是看一看 哦 你會這樣做嗎 嗯 看一下先咯 那種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那些Alberta肯定不讓你過 不過Alberta是不會 Alberta是不會讓你過 但是Alberta的議席是不夠 他一定要拿到安省 或者這一個 QBEC那邊的議席 才可以過到的 這一個計法是 就是保守派 所以Alberta人的氣是很不順 現在Trudeau所做的事情 第一他是一個QBEC人 QBEC人通常都會支持他 而且他做這一件事是對於 剛剛是看準了現在這一刻 19病毒對很多人的打擊實在太大 嗯 如果當整件事 大流行是完全過去 差不多過去了 可能他就會 將這件事提出來 做政綱 就說我們提前舉行大選 那就有可能過到了 但是 但是 提前大選 是 但是到現在他都沒有提 他叫了那些奧圖爾 保守黨 親民主黨那些 是談話 你們想怎樣 大家談一下這個預算案 你抓不抓到啊 這樣 我相信是 最後都是不會抓到預算案的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 Universal Income 它會不會推 不過奧圖爾就 因為它 它就我認為 你這個CERB的疫情救濟金 是 是 使得太多 使得太大 那麼很多經濟學家 就現在就批評加拿大 是這個G7裡面 使錢使得最多的 做救濟救得最多的 但是使那個疫苗上是做得最差的 打疫苗 根本都沒有生產 但是這樣下去不行 那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經濟學家 有益智庫 當然是不敢批評它 他就當作 龍耳親隻耳 終於使得他洗 你管得我呢 這樣做 所以Trudeau在那個黨大會 到最後呢 他有20分鐘演講 就在那裡狂鬧這個奧圖爾 就說 你啊 想事情是你地的 整天想著削減這個疫情救濟金 這樣講 那當然 他最後也有提到這個亞洲人 就是說 對於這個亞裔的加拿大人 加拿大的客人 即是非洲裔人 應該這樣講 以及原住民 他們都是會令到我們的國家 會更加強大的 任何人 如果在任何地方遭遇到歧視仇恨 或者感覺到不公平 就證明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這樣講 他是很會做事的 扮事的 而且他到最後講這些說話的時候 他是沒有拿紙仔的 因為很多政敵一直都說他 不要看他這麼聰明 他沒有紙仔 講話就 他是要想過才講 所以說話就沒有那麼流暢 這樣講 因為他要想過才講 很怕講錯話 他做這行當然要小心 是 但是 但是 其實我聽到說 每人偉偉有兩千元 我都是高興的 慎慾 慎慾 以前我就沒有什麼 但是後來香港開始派錢 第一次派錢的時候 我就有份 就開始改變了 那新近 這次十九大流行 我太太也有個問題 實不相瞞 就是誰會沒有 幸好都是那兩千元救了命 所以 所以我現在其實都是接受了 不過是否給兩千元實在太多呢 就是不用做有兩千元 給一千元我都 我都可以接受的 一千幾百 兩千元好像太多了 如果不是要輪到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那一代要還的時候 就大了 真的 如果成功了 可能 不知道你將來澳洲會不會有機會 無論過大行 實不可以 太過前衛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澳洲的福利都是不少 所以 還有我覺得 加拿大可能走一陣 也不一定走得到 我也覺得 如果政黨更替的話 可能走不了 好老闆 除非是搞到真是一鑊足 但是 通常是這樣 你派了錢出去 你一收回來 就會很嚴重 你的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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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是開 還是不開 開了就很難拔回頭 這個我 見到這麼多經驗 譬如說 哈巴上來的時候 他說 我減了銷售稅 減了之後 是加不回來的 就是有些東西 減了加不回來 或者加了 減不回來 你私恩於人 你一收回那個恩惠 是很大的 錯 這樣 這樣 相對看看是怎樣 等續招 我相信都是 現在先說一下 看一看 那好了 我們都講到這裡 遲下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